有朋友问我说月薪只有3000块要怎么存钱呢 那我自己也是经历了从毕业开始逐步加薪的一个过程 那对于月薪有3000块的朋友来说 特别是公民和PR 扣掉CPF之后呢其实存不下什么钱 那我觉得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存钱的习惯 我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 就是调换一下存钱和花钱的顺序 从今天开始把收入减去支出等于储蓄 这个公式呢替换成收入减去储蓄等于支出 贴在自己的桌子上呀或者是做成手机的壁纸 而且要把这个公式植入到自己的潜意识里面 再配合一些硬手段 比如说工资一到账呢就先把定额类钱 划到自己的储蓄卡里面 你甚至感觉不到它曾经出现过 接着呀要坚持两个日常消费的原则 第一不要看不起小钱 比如说逛超市每个东西单看呢好像只要几块钱 感觉很便宜 但最后一结账一看哇两三百 花钱如此存钱也是如此 第二买东西呢先放购物车放七天再过去看 过了七天之后呢大多数情况下你可能就不想要了 或者呢记住一句话 当你买这个东西要考虑一番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自己负担不起的 或者你可能不太需要的 想要搞钱除了存钱和省钱之外呢 也需要考虑提高收益 那现在银行的利率不断下行 如果简单的存钱已经满足不了你对收益的需求 也可以考虑基金定投 那基金定投呢非常适合我们的上班族和理财小白 而且呢它上手简单 那我来说一下它的几个优点吧 那第一呢它省时间 对于时间成本和精力投入有限的上班族来说 最合适不够 第二定投可以贪低成本 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 第三它可以有效的避免过激的情绪 理财投资中最大的敌人呢永远是自己 比如说绝大多数人虽然买不到最低点 但是呢会卖在最低点 第四长期持有呢可以有效的应对通货膨胀 而且呢它门槛低 每月几百块就可以开始投了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 特别是年轻人来说 稳健的理财实实在在穿在我们自己兜里的钱 才是自己未来应对一切最好的底气 我是和你一起变好变优秀的Zoe 我们下期再见